同学你好,我是音音老师,欢迎来到雅思七分口语课堂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Part 1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是关于Education 这个在最早的闭考题里面我们谈到这个Your Study 那么今天我们来进一步的去谈论一些学校、教学、还有老师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部分的话题其实跟这个在Part 1部分 里面很多的素材其实在后面进一步的去Part 3部分 进一步深入的去探讨教育的东西的时候也能用得着 当然也不是那么难 因为这个教育的东西是离我们每个人都非常近的 好,我们就先来看一下Education System 那么了解一下我们从最低到最高的一些学校都是怎么讲的 那么最开始我们可能说有幼儿园,对吧 Kindergarten 那么在美国和英国一般他们会叫做Preschool 基本上孩子差不多四五岁去上这个Preschool 好,那过了Kindergarten和Preschool以后 就是正式进入学校的系统了 所以我们叫做真正的School 那第一个School就是Primary School 或者是在美式英语里面是Elementary School 好,所以这顺便就说一下School呢 一般指的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小学和中学阶段 我们University就其实不叫做School 所以如果别人问你 Who was your favorite teacher at school? 一般是不建议是去说这个University Professor 因为这个School我指代的主要是这个阶段 不同的阶段 好,那么中学阶段呢就比较复杂了 每个国家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有的是三年,有的是四年 有的是初中,有的是分的初中 有的没有分这个初中 那么有的是五年,有的六年 好,那但是总体而言 这个小学过后到大学之前的 我们都把它叫做Second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好,最后University 那么再讲几个异混词 Furt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这两个是比较像的,对不对 那么什么区别呢 Further Education 指的是一般,一般指的是这种 有可能是高中 Secondary School 毕业以后呢 去进一步的去进修 但是不见得是去上大学 所以呢,它就是默认的话 我们认为这种高等教育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Absolutely Necessary 在这种西方的这种教育体制里面看来 其实到Secondary Education 结束以后 这个人应该是可以 就是满足基本的 社会生活的一些需求了 所以如果说你要进一步去深造的话 而进一步去取得更高的这个学位 我们把它叫做Higher Education 而如果你不是去进大学 你去进一些社区大学 或者你去参与一些就业的一些 一些小的Program 那么这些东西都叫做Further Education 再来看一个词 College College这个词呢 在美式英语里面呢 通常就是跟University 是可以替换的 比如说经常听到他们说 Back in college I did something 那但是在英国呢 就很多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叫做College 它不一定是大学啊 它通常还是指那种 这个高中 尤其是一些比较著名的私立高中 什么那种 男校啊 什么之类的 比如说像这个 Eden College Eden College 它就叫做College 那 所以这个是英诗和美诗的 有一些区别的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英国呢 也有一个非常奇葩的东西 叫做Public School Public School 然后它居然在英国和Wells 它居然不是指的是 我们所谓的公立学校 它其实是什么 它其实是Private School 这个是要闹哪样 对不对 这个 但是确实就是 当时的背景的话 就是你可以这么来理解 它的所谓的Public 指的是说 它不是那种 因为宗教啊 或者某一个什么 这个什么团体 它自己建的这种学校 它更多是 像公众去开放 只要你交钱 那你只要交钱 你就可以来学 一般是指那种比较 这种高级的一些 私立的 比较好的一些名校 比较古老的一些 私立的名校 我们是叫做Public Schools 好 那么再来看 Subject Course 这也是在教育里边 有时候经常容易混的 Subject呢 一般指的是什么 对 指的是学科 而Course那般只是一门课 所以呢 比如说一个Subject 可能说是Physics 但是它的这个课程呢 可能有好多 不同的初级物理 中级物理啊 量子力学怎么样 好 那么在Course 在Course里面 我们在谈到 大学的时候呢 就必备 两个单词 必修和选修 怎么讲 Compulsory Compulsory Course Or Optional Course Compulsory Elective Optional 或者是Elective Course 指的是选修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一些常见的问题 Did you like your high school? Or do you like your high school? 如果你现在还在 读高中的话 那么这样的问题 怎么来回答呢? 不可避免呢 我们就会来谈到一些 教育方法的一些区别 我们来看两张图 那么这个 右上呢 就是 是不是大家觉得 比较像自己 目前的一个 高中的状态 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的 高考前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 看到这张图 大家可以想到 哪些词呢? 它在干什么? 它在熬夜 备战这个考试 对不对? 那么就是因为 我们很多时候 高中的教育 都是过分去关注什么? 考试 去老师 老师focus 都在什么地方呢? Test taking techniques Test taking techniques Techniques So which means you need to to do a lot of rote learning rote learning 这个是很好用的一个词 就叫做 就是词基因被 就叫做rote learning 那像图上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 就是叫做 考试前 这个临时抱佛脚 就叫做 cramming cramming for exams So you could say that I used to spend I use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cramming for exams 这就是 this is why you didn't really like your high school and what else and you look you have to stay up really late or usually or even you you cannot sleep for the whole night which means you have to pull all nighters pull all nighters 这个是一个 固定的搭配 固定的搭配 指的就是 这个 熬通笑 pull all nighters Now on the contrary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位 这个比较幸运的 男生 他在 干什么呢 他在看到 一面墙上 都是各种各样的 社团的招 招新的广告 所以呢 像这样的一些 一些大学也好 或者高中也好 他们非常重视 什么呢 都全面发展 所以呢 会有给 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 课外活动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好 然后他们的教学方法呢 也会是 不是说 to focus on test taking techniques instead it's more hands-on hands-on approach hands-on 这个词非常好用啊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 you put your hand on something it's very practical down to earth 是更加的接地气 这种比较实操性的 hands-on so the teacher usually use a more hands-on approach to teaching 还有一方面呢 就是 像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 可能会 主要是这个 criming for exams 很多都是rote learning 就是去死尽背 但是在 一些比较好一些的学校呢 会鼓励孩子们去思考 叫什么 to encourage thought and discussion to encourage thought and discussion 所以像这些东西的话 这些素材 给大家看到这些语料 不仅是可以用来谈论高中 是不是也可以用来谈论 这个老师呢 老师的教学方法呢 对吧 所以下面这个问题 它也是很容易回答的了 who was your favorite teacher at school 这个要注意 这个也是一个 过去时的问题 是在讲 这个曾经的这个学校里面的 好 那么像这个的话 可以怎么样来回答呢 你就可以直接说 他的教学的方法嘛 对吧 he was my favorite teacher because unlike other teachers 对不对 不像是别的老师 Unlike other teachers who only focused on test taking techniques he always encouraged thought and discussion in his class 是不是你下次就把 就把这个 这个问题给回答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 one of the most 对不对 你还说他是最好的一个老师 he is one of the funniest teachers I had ever met he is one of the the most intelligent teachers I had ever met 这都可以 这样子 中间就可以加上一些 形容 人物的这些形容词 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 用到一个 open minded 是吧 she is one of the most open minded people I have ever met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这个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 叫做 what are the qualities of a good teacher 老师 一个好老师 应该什么样的品质呢 你会怎么样的回答 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刚才 这些素材也是可以用 对吧 a good teacher should encourage thought and discussion 但是呢 这儿我就再来给大家 补充一些东西 因为包括这个 也有一些问题是 比如说关于这个 strict 就是说are chinese teachers strict 我就会问中国 这个教师 是不是比较严格 所以我们在谈论到 严格不严格问题的时候 就会谈到这样的一个 短语 非常好用 firm and fair be firm and fair so firm 其实就是这种 可以认为是这个 strict的一个 同一替换 对吧 那么就是比较 比较严格 比较坚定 但是呢 这儿又有一个 fair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firm and fair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投运 我们在英文里面 叫做投运 就是说它是 英文里面的 有一些 idium 它通常组合的方式 是这种 开头字母 是一样的两个词 比如说 safe and sound 安然无恙 对吧 fast and furious 大家都知道 是速度与激情 其实它的意思 它就是一个短语 就表示非常快 firm and fair 又要严格呢 又要比较严格 但是又要公平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严格 又要公平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翻译 so if you are not very firm you could be too lenient with your students 所以 lienient 这个翻译词 大家也要学会 you cannot be too lenient with your students because you have to push them to achieve something great yeah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need to be fair 那什么叫做fair呢 就是要公正 那公正可以体现在 其实各种方面 要公正 要公平 比如说孩子 毕竟是孩子 yeah let boys be boys 那么就是 有的时候你就要 有点幽默感 你要接受一下 这个现实 对吧 so don't be so serious you need to have a sense of humor a good teacher needs to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好 那除了有sense of humor以外呢 我们还体现在这个fair 体现在什么地方 其实更加重要的 就是说你要去尊重你的学生 right you need to treat them as your equals 好 那这个就叫做 对你的学生要尊重 把他当作是跟你平等的人 那也就引出了我们所说的 最重要的一种teaching的手段 不是去lecturing 不是去做大量的这个说教 而是什么 to teach by example teach by example 这个短语简直是不要太好用啊 那以后呢 只要大家再问到关于什么 我们怎么样去鼓励孩子们 做这个做那个 你就记住这句话就好了啊 teach by example if you want your children to be like that you need to be like that 好 这里叫做 be a good role model 成为一个很好的 这个榜样 so a good teacher needs to be a role model 好 那么下面呢 顺便来学一下一些 functional language 这种如何去表达 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就可以说 has to shoot and还有这个最重要的 is supposed to so a good teacher is supposed to be firm and fair a good teacher is supposed to treat their students as equals 好 那这就是这个关于 teachers and schools 的一些素材 finally it's time for exam practice did you like your high school i'm afraid i'd say no because back then i think our high school teachers focus a lot on test taking techniques and road learning so i didn't enjoy learning back in the high school but i think things are getting better here in chinese high schools who was your favorite teacher at school well it would have to be my chinese teacher back in the primary school she was so nice to us and she was also firm and fair you know she never played favorites in the class although back then we were just a bunch of naughty children she still treated us as equals she was always there when we had questions and she always listen to us patiently are teachers in china very strict well i'd say so i i guess most chinese teachers tend to be quite firm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o their grades you know they usually set very high standards for students performances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when it comes to character building um i guess a lot of teachers are are not strict enough they tend to be too lenient with children's behaviorsum like as long as they can get very good results can get very good grades in their studies that the teachers don't care much about the students uh behaviors outside the classroom what qualities should a good teacher have well i think a good teacher is supposed to be firm and fair on one hand they need to set good standards for their students so that they can really make some progress in their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hould also be fair which means they should be able to laugh at themselves s sometimes and um a good sense of humor is very effective in teaching on all right that's so much about teachers and schools see you next time what a good teacher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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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